再要带您来看的是 高铁有提供自由座的车厢 让民众可以买票之后 随机选择座位来入座 但是人潮一多 可能就没有座位了 那最近就有民众抱怨说 买了高铁自由座上车 但是她看到一名女乘客离开座位了 以为她不要坐了 没想到才刚坐下五分钟 这名女乘客又返回 说这是她的座位 要求这名民众要让位 所以这也让自由座的定义 在网路上掀起论战 没到周末民众提着大包小包行李赶高铁 如果买的是自由座 还要担心上车后可能会没有座位 通常大家在尖峰时段 买不到车票的时候 最后的选择都是自由座 自由座车票仅限今日有效 但也因为自由座没有特定的座位 所以上车后车尾到底归谁 容易引发争议 明明付钱买了自由座车票 就有民众抱怨 看到一名女乘客拿走随身物品离开 以为她要下车 就顺其自然入座 没想到才过五分钟 对方又折返 说那是她的位置 刚刚只是去上厕所 让民众当场大傻眼 相当不满 她的口气和态度 忍不住上网询问大家 自由座到底归谁 就会很尴尬 我明明先坐 为什么还要 对 别人还要坐走 对啊 还蛮不爽的吧 不合理啊 通常大家都是有位置就先坐 那你如果离开 大家也不知道你 是不是会回来 我觉得有点没道理 毕竟自由座是 你只要一起乘 就是其他人就可以坐下去 自由座座位是谁的 网路上引起两派论战 高铁在官网上 其实有提醒乘客 购买自由座的旅客 在自由座车厢内 找寻空位搭乘 没座位就得用站的 是其他旅客下车情形 找寻空位 但也没有明确说出 类似状况怎么解决 旅客只能相互体谅 避免类似纠纷 再度发生 华氏新闻学家张大楼 台北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